谈谈新股,天齐利业,其实今年也是集资王来的 之前一直都做得很不错的,就是市场气氛 但碰上它真的挂牌那几天,市况又有一个逆转 好,上限定价的,82元,定价的时候市况都可以的 但是昨晚的暗盘就是收74.7元,略为低过招股价 每手就是1,14元左右,好,100%中签的 是的,全中 如果真的抽到的投资者,你会觉得算了,都是买个教训 还是说都可以等一等呢? 首先你要问自己为什么会抽呢 你觉得如果是短炒,是可以了,这只这么厉害了 但如果现在不升,我假设应该是潜水多了 那你还是要走的,你不能不走 即是经常都说IPO的东西,一定要看IPO的上市价 如果不行,即是说所有人都要陷入 所以如果你短炒的角度来说 其实穿了招架就应该要走的 你说是中长线的,如果你不能买中长线 就不用问了,那你就继续保持 但问题就是说,刚才Mendy也说了,上限定价的都挺进取的 还有徐祥的老婆又突然搞了事情 就是那个师母一哥 突然老婆出来说,都是估值贵啊,这样那样啊 又炸了下来,即是有少少,我也不知道 刚刚遇上桿桿,我不可以特地去在H股挂派前说什么 那就对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炸了下来 短线来说,可能又会差一点 而且始终又加上比亚迪,又这样搞一搞 电动车或者铝电的相关行业的气氛又会差一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货要买的 都可以先等一等,也不用那么急 有时候真的要等它循环一下,新股的东西 还有最近上升的新股,其实表现都挺反复,挺狠狠的 有些股票,低开三成都可以的 又又抽回上来的 你猜不到,当然这只大只很多 有A股做一个参考,相对会好些 但还是记住,大家不要因为A股股的差价 A股这么贵,H股这么便宜,行吧 今次买H股,记住这支歌仔不能唱的 很久都跟大家说了,一定不会收责的差价 各有各市场去炒 新股有一个传统就是保证人士会互盘 你觉得近日看回所有新股的表现 是不是这个期望都不太应该去理会呢? 是的,变成互盘 除非你那只很big name 那些东西可能会互盘 天才很低,但已经炸了下来 说真的,你可以等下美市 美市会不会去夹来 你看到有些上市公司 其实昨天是的,那两只开得很低 但是很快的互盘就托上去 就托上来的,不过我想那些尺寸 比较小一点,相对来说容易操控一点 因为始终你没有太多人抽 那个盒子又没有太大 这个盒子很大,就是天齐利益 就是说百多亿盒子 其实很难去做到这个 控制或者调理股价 就是看美市 有时都见到有些保证人 他都挺用心的 就是说初头或者整个上市 就是第一天上市 可能一大半时间都不理他 去到差不多到尾的时候 你才慢慢慢慢托上去 我比你浪费力 一开波就已经顶不住了 是,全日的trading hours 对,到尾才计划 到尾的时候你可以等下 那一刻有没有机会再计划 给你走